欢迎大家来到广东话入门班 今天我们要去南亚岛旅游 大家是不是迫不及待了呢 好,我们马上来听今天的对话 笑笑,你想不想体验一下渔港的生活啊 什么企业啊 我带你去南亚岛感受一下香港渔民以前的生活啦 岛上有个占地面积超过两万平方尺的渔民文化村 介绍香港原居渔民传统文化和捕鱼业发展的历程 哇,好啊,那我们怎么去呢 南亚岛很靠近市区 在香港境内第三大岛屿 面积仅次于大鱼山和香港岛 由中环搭船大约30分钟就到的啦 真的很快啊,我们已经到了,是吗 是啊,清新的空气 幽美的海岸风光,还有美美的海鲜食物 吸引很多人来郊游远足 我看到有不少外籍人士在这里呢 不过看起来他们不太像游客 你说得对,这里有不少外籍人士 和原本住在城市的居民移居里 建立了一个非原住民社群 我发现四行车是这个岛上的带步工具 岛上也看不到高楼大厦 反而有很多平房建筑 是啊,等我教你一个组称 外籍人士,我们组称叫鬼佬 通常都是形容白人 虽然这个称呼有点通俗 但很多住在香港的外国人都习惯了 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个鬼马外籍同事 都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记得呀,怪不得他这样说 挺有意思的嘛 这个岛上中西文化交融 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气息呢 是挺有趣的 另外,位于南亚岛西北面的熔树湾 是南亚岛主要村落之一 熔树湾有不少手工艺精品点 那我们今天晚上一定是吃香港有名的海鲜啦 没错,我们现在就往南面的索古湾行 那里有不少露天餐馆 你一定要尝尝我最爱的奶油炒蟹 蒜泥蒸虾,酥炸番号和姜葱蒸鱼 是不是在这条叫加勒镜的山镜上走过去呢 是啊,少少你知不知道 这里附近的深湾是考古学研究据点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 已经有人在深湾聚居 真是想不到呢 是啊,真是想都想不到是不是呢 直至今天,深湾成为全香港唯一 仍有六甲海龟定时前离产伦的海滩 一九九九年,深湾被划分为限制地区 尤其是每年六月至十月,六甲海龟凡直归之,限制游人进入 听完了对话,又到了单词学习的时间了 首先,我们来看体验这个单词 越语说成 现在学校经常会组织夏令营之类的 让大家去体验生活增长见识 那么体验生活就说成 第二个词就是南亚岛 南亚岛是香港境内的第三大岛屿 面积仅次于大雨山和香港岛 南亚岛古称为博寥洲 在唐朝宋朝的时候 曾是停泊往广州贸易的外国船只的地方 后来化为博寥洲 南亚岛到了近代 由于岛屿位于香港之南 形状像汉字的鸭 因此得名为南亚岛 并且逐渐取代博寥洲一名 岛上中西文化交融 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气息 清新的空气 英美的海岸风光 美味的海鲜美食 吸引了不少游人到此交游远足 说了这么多 还没教大家这个词的广东话发音呢 南亚岛用广东话就说成 南亚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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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来这个词 累 累 这个词也是会经常使用到的 比方说过来来这里等等 都要用到来这个单词 所以这个单词大家可一定要记住咯 它是念成 离 离 好 第四个单词 本来 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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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 我本来就想去看电影 广东话呢 就说成 我 原本 就想 去 看 戏 我 原本 就想去看电影 第五个词 乐 左 左 这个词又是我们经常在巨围用到的词了 像放学了 吃饭了 睡觉了 等等等等 都要用到这个词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的这个单词 意思是 怪不得 粤语说成 嗯 怪 得 嗯 怪得 比如 原来你生病了 怪不得没来上学 那么 怪不得没来上学 我们就可以说成 嗯 怪 得 没有 上学 不怪不得没上学 好 我们来看第七个词 鬼 马 鬼 马 这个词 它的意思是 幽默 搞笑 粤语呢 是写成 鬼马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它的发音 鬼 马 鬼马 鬼马 好 接下来是第八个单词 它的意思是有趣 粤语说成 得意 得意 比如 有趣的故事 得意的故事 得意的故事 有趣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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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个单词是现在 以嘎 以嘎 这个词我们很早就已经学到过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二课的生存粤语一句当中学到的句子 现在几点 这句话呢是说成 以嘎 给的吗 以嘎给的吗 最后一个单词是禅卵 粤语说成 禅卵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它的发音 禅卵 好 单词学习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句子 第一句来体验一下 来体验一下 来体验一下 比如体验一下乡村生活 就说成 体验一下乡村生活 体验一下乡村生活 第二句 怪不得他这么不高兴 这句话里的几个单词我们都已经学到过了 大家能猜到这句话要怎么说吗 好 好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正确的发音吧 不怪不得他这么不高兴 不怪不得他这么不高兴 接下来的这一句是 那里有不少 那里有不少 那里有不少美食 那里有不少美食 好 好 我们再来看第四句 真的想也想不到 表示非常非常出人意料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这句话 最后一句是不是呢 非常简单 我们一起来跟读几遍 是没了 好 接下来又到了越学越好玩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粤语否定副词 做补语的用法 粤语否定副词 在做补语时 通常放在动词之前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比方说 比方说 怪 得 嗯 怪 得 嗯 怪 知 得 嗯 怪 知 得 他的意思是怪不得 第二句 嗯 食 得 咳 监 咳 多 不 吃得咳 多 吃不了那么多 第三句 手写不了字 通过这几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否定副词 嗯 它在做补语的时候呢 是放在动词的前面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 生存粤语一句 今天我们要学的这句话是 为什么这样 粤语要说成 为什么 是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港剧 叫做 为什么阿sir是阿sir 粤语中的点解呢 意思就是为什么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练习一下这句话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 好的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所学的内容 好了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我们下堂课再见 拜拜 光看视频不过瘾 学习需要更立体 你想有专专业助教 为你批改作业 24小时内 解答你学习中的所有困惑 你想有老师 制定学习计划 组织在线互动 交流活动 给你浓厚的学习氛围 你还想有个网上同桌 互相督促 共同进步 收获知识的同时 也收获友情 来互交往校吧 你想有的 这里都有 互交往校 前所未有的 学习体验